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在广东 赵庆体育中心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的 2020年全国体操锦标赛 今天进入到单项决赛第一天 在今天将会进行男子三项女子两项 共五块金牌的争夺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比赛项目 男子自由操 为了更加精准地解读比赛 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奥运会冠军陈一斌 带着我们的解说顾问 一斌你好 大家好 现在我们看到第一位在场上进行自由操比赛的是 山东代表队的选手周才松 预算他的自由操单项成绩排名第六 刚才前面他做得非常稳 现在在做第三串 做了一个键子小翻的后置七板二 地上做一个额式挺身 一千零八 准备最后结束 选择了一个键子后置一千零八 整套做的还是非常稳健 几乎每一个串都比较度数精准地完成 除了每一串都有一点点小洞 其他的姿态 规格保持得非常不错 只有在资格赛当中 单项成绩的前八名 才能获得今天的单项决赛资格 那么我们看到周才松刚才 他是用资格赛第六的成绩 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 这次资格赛的第三名 孙伟退出了自由操的比赛 那么这个名额就会一次往后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资格赛第九名 也就是第一替补的陈宇也退出了比赛 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 在资格赛中 自由操成绩排名第十的李红颜将会登场 我们也请EV给我介绍一下 一般会在什么情况下 会有这种进入到决赛以后 开出比赛 预赛成绩不错 但是决赛没有比 一般会出现两个情况 第一就是自己本身有伤 在预赛的时候 可能伤病比较严重了 决赛的时候感觉自己 还是想恢复一下 就弃权没有比 第二种就是可能自己进了很多项 但是这个项目并不是特别的有竞争力 可能跟自己另外一个项目还比较近 可能为了节省体力 直接把最好的状态留在下一项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国家级性队选手肖若藤 预赛成绩排名第五 开场 猪跑九百 现在小翻 好 接二不六 接前指一百八 团伤生起玩旋 九百 接前五百四 托马斯打滚三百六 起到力 在这个托马斯起到力 签字小翻 实体七百二 好 选出来也是一个 直体一千零八 结束 站稳 肖若藤 这次肖若藤在之前的男子个人全能的比赛中 因为最后一个单向单杠出现了状况 所以最终是获得了今年的个人全能的亚军 肖若藤呢 跟邓叔弟是今天的男子自由操 在资格赛当中两个最高难度保持者 都是有六点二的程度 可以看到单向决赛以后 他们几乎都是这个项目里面的难度也好 完成了整个的质量的非常不错的选手 那可以看到不管是空关的转体的度数啊 还是空中姿态都会相对来象水平高一些 这是一个团身起板旋 在这一串的时候落地有一点点向前 选择的是托马斯的这个打滚起跳力 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一个能力的展现 也会特别的好看 但是它也会有一点风险就容易脚蹭地 它也是一个跑分的因素 对 像一般的选手呢 会在这个非技巧类动作组的时候 选择用额式顶身转体 那么我们也知道肖若藤呢 他其实在安马的编排上 也是大胆地采用了这种托马斯的编排 也是看起来非常的炫目 但实际上呢 他承担的风险要比在安马上 用拳拳的姿势承担的风险更大 对 动作会更累一些 但是他的程度的幅度显得更漂亮一些 对 观赏性更高 这也是一个就这种安马的编排 也是目前世界的这种高水平选手 才敢于去尝试的 那么可能前两天的比赛呢 大家有的观众没有关注到 给大家回顾一下 在男团的比赛中呢 获得男团金牌的是江苏队 广东队是获得了男团亚军 广西队是获得了男团第三 那么男子个人全能 孙伟是获得了冠军 肖若藤获得了亚军 邓淑蒂是获得了第三名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切到了 比赛场旁边的热身馆 那么我们请一斌给我们介绍一下 没有比赛任务的选手 会在热身馆里面做什么 对 现在可以看到 他们还在活动自由体操 大家以为这是在赛场 但是因为在单向决赛的时候 是没有在场内活动的时间 所以就是没有那个30秒 所以他们都可以在场后去活动 然后直接可以看到 准备比赛的就直接正上台 接下来登场山西队向旭东 江若藤刚才的分数14.266分 目前暂时落后于周才松排在第二位 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是山西队的选手 向旭东 资格赛成绩排名第七 助跑前驱两周 助跑的前置720 接前置540 前置小翻 后置900 接一个全团360 后置720 出跑的前置900 这是一个地上的额式挺身 108 后置540 也是选择了一个 直体1008结束 但是起跳不够 落地 双手伏地 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失误 看到 牵手也是一瘸一拐 可能是刚才 落地的角度欠缺 我们叫压脚 也就是说脚的幅度比较大 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 再进入到今天跳自由操单向决赛的 八位选手 其实除了我们刚才介绍过的 两位国家队选手 邓舒蒂和肖德腾的难度 在资格赛里面能达到6.2 其他选手其实他们的难度差不到 就是在0.3上下 因为难度最低的是大概在5.8左右 那么高点难度的只有6.1 但是选手如果在比赛过程当中 有一个中等的一个步子 那么0.3就抵回来了 所以完成其实要比难度更重要 这一回看 一个助跑的天之900 前面完成的还算可以 最后的结束 剑子小翻 这起跳不够高度 108也落地的时候 可以看到双脚的压力比较大 所以经常会压到我们的脚腕的怀关节 难度分5.8完成分天低 7.313.10分 在登场的三位选手当中 目前暂列第三位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 山东队选手王浩然 王浩然 在资格赛里 他跟向去东是并列第七的 前子小翻 前两百 六节前五百四 前二十分翻 前七两十一百八 外四前七百二 后支七百二 也是选择地上的挺身一七零八 好 准备看它结束 也是选择了一个 实体1008结束 整个环境的不错 连接串比较多 煽动队选手王浩然 我们通常是在 每年的全国体操锦标赛上 会看到他们的身影 这是一个开场 当时刚才看 果然是1200了 结一个前540 这是一个大难度的连接 对 是非常大难度 对 一般我们说到1200后面 结180 前180算可以 结前360比较难了 他结540就更难 900 178 他整个的转体的感觉非常好 串是比较多的 540 这180 那360 在它的转体动作当中 我们看到比较多的 就是它的第二个连接 都是向前的 这个难度会更大一些 最后的 188 因为现在规则对运动员的 成套编排 他有要求 不能全是转体 所以你必须在成套的技巧里面 要有一个两周的 空在两周以上的 难度达到6.1 满足分8.366 这个成绩在目前排在了第一位 下面登场的是在预赛当中排在第十位 因为前面有选手退出了比赛 所以参加了今天单项决赛的选手 李红颜 四川代表队选手 看上前端两周 4.78 看上去有一点紧张 整个身体比较紧 一个前置900 540 180 倒立的时候 过程当中 动了一下 这些都是扣分的点 后直720 准备结束 这是一个 直体 1008 结束 前两川做的 稍微看上去紧一些 整个动作 看上去 人比较僵 后面 后半套做的就 舒展很多 四川队的选手李红颜 因为在资格赛结束之后 他是第二替补 那么正常情况下 正选选手有一个退赛 顶上的 首先是第一替补 这次是孙伟退出的比赛 第一替补 陈补 所以李红颜 今天上单向决赛 对他来说呢 他需要有一个 迅速进入到 正赛的这么一个心理调节的过程 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说 这个经验非常宝贵 初跑到前直360 接前直900 从这项开始 他就已经 人比较放松了 540 180 后面一个左右 有信心 最后 结束108 14.066分 四川队选手李红颜 难度5.7 完成8.366 14.066分 结束了五位选手的比赛 目前他的名次是排名第四位 下面登场的是第六位选手 来自湖南的选手 张伯恒 资格赛成绩排名第一 三位 他资格赛是跟孙伟 两个人成绩是相当并列第三 当时预赛难度是6.0 初跑到前360 前去两周 九百 前七八 这条不是很充分 初跑的前九百 落地都是稍微的 有一点点紧 后至七八 第一张颜色选择了一个 额氏顶身108 准备做一个空壁倒立 前置五百四 留个紧 时间稍微有点紧 结束 一千零八 湖南队选手张伯恒 整个看上去 动作还是有一点点紧 留起连接串的时候 稍微都是有一点点拿捏 他是 有希望争夺自由操奖牌的选手之一 所以 因为从难度上来讲 他可能跟前面上场选手相比 还不是那么的 不是他的强项 但是呢 他赢在 他这个赛当时是 完成分非常好 因为在预赛里面 完成分能上八点五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孙伟 一个是他 对 祝福他前置九百 也是体调不够充分 所以落地向前一打鼓 最后结束了108 体能呢 对体操选手来说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因为尤其是自由操 这个对脚步力量 要求很高的项目 如果你的体能跟不上的话 腾空高度不足 转体就不足 空翻 就是横轴的翻转不充分 容易出现危险 难度6.0 完成分8.30 这个资格赛的完成 他不如资格赛 差一点 现在呢 是这个成绩出来以后 是排在了第三 目前王浩然 依然排名第一 这也就意味着 他已经锁定了一枚奖牌 因为后面还剩两位选手出场了 一位是陈锋 一位是邓舒蒂 他们是资格赛的一二名 目前两位山东选手 排在了一二位 特别容易就是 一个项目特别优势的 一个地方 他也特别容易产生 一个项目的优势 对 因为他的训练方法 训练方法 对 经常会看到 水平高的这种训练的方法 对 它是一个正确的 合理的训练方式 所以他练出一批来 高水平的选手 比如说北京队的女子的跳马 好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 湖北代表队选手 资格赛第二名 陈锋 是1260接 前至180 前去两周 没有看到 出没出界 没有举棋子 那就是没出 900 前去吧 整个看到 他腿部力量 弹道力量还是非常强 落地都是比较富裕 前值900 他每一个落地质地有声 地上选择了也是 我是108 还有两串 540 前头360 在一个中间的过渡连接上出了状况 它的难度要比前面的几个大的空翻都低一些的 一些很大 他比较可惜 其实他最后的过渡串相对来讲是这几串里面最简单的 对 一个后置540接前单360 对 结果他可能做得太有点放松 嗯 他呢 其实也是奖牌的争夺者之一 那么其实如果拼难度的话 他跟目前领先的选手的难度差可能就在0.1 0.2左右 但是从完成分扣 我们说完成分是0.1 0.3 0.5这么扣 你看他前面的这种向前的躯体这么比较不容易落地的空翻 他都做好了 完全没有出界 对 但是 所以我们说啊 就像肖罗腾比全能 不到最后一刻你不能放松 一定要绷紧这根弦 就怕大意了 这是他开场的所有的大空翻都完成了 这就是我们说出问题的 直360 前团 对 360 对 快坐下来 这个坐还是比较明显的 特别明显 这个5004明显就是有点像后座的 没有 有点拿捏这个劲 可能太想把这个360占完了 成功达到13.433分 就因为这个15 导致完成分 现在我们看到是7.433 难度是6.0 13.433分 最终目前排在第六 接下来是最后登场的 预赛的第一名国家集训队选手 邓舒蒂 预赛难度6.2 邓舒蒂在男子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 只获得了一枚同牌 国家集训队更属敌 比个人全能登上领奖牌的选手 意味着他资格赛和个人全能决赛 一共比了12套 今天是他第13套动作 站在赛场 也许一个1260接778 前七两周 看上去老江的节奏传播还不错 1360接前900 团伸七八旋 有一点发力过猛 第一场选择了 一千零八 宽臂倒立 还有一个侧船又结束 五支七八旋 漂亮 看一个结束 时间刚好 看一站 站 漂亮 直挺 一千零八结束 为了奥运梦想 依然坚持的邓舒蒂 邓舒蒂比过里约奥运会 那么现在呢 因为我们知道东京奥运会的赛制 成为了433 所以呢全能型的选手是我们的制胜的发宝 邓舒蒂呢就是全能型的运动员 他单向跟全能的区别就在于 他平时训练的时候是要练六项目的 那么自由操他又可以在预赛当中排名第一 你可想而知他的付出有多大 自由体操也是一个非常好消耗体能的项目 现在一种说法 就是说这个奥运会4加2里面的4 其实前三人都定了 现在就是第4 现在邓舒蒂的还在为了这一个名额 在争夺当中 他的整个完成这套自由操 从难度和完成质量 都是数一数二的 所以我相信他还是可以 刚才开场是900 后制900接 前制700 纵着转体是不太容易 就是比较容易混淆 因为它是瞬间连一秒钟都不到 它的两个连接 就一般我们是通常会有一个本能 就是如果做1260 后面如果落实一个整周的话 一般只有360 第一 邓舒蒂用6.2的全场最高难度 和高完成分最终获得了 今天单向决赛 第一个项目 男子自由操的金牌 恭喜我们的老江了也是 山东队的王浩然 排名第二 山东队的周才松 排在第三 湖南队的张伯恒 排名第四 国家集军队的肖若腾 排名第五 李红颜排在第六 陈峰第七 向旭东排名第八 好 我们今天单向决赛的 第一个项目 男子自由操的比赛 就为您转播到这 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为您带来 女子跳马的单向决赛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